1976年9月9日,为国操劳一生的毛主席离开了我们,顿时全国人民陷入一片悲伤之中。 晚年时期的毛主席疾病缠身,身体十分虚弱,但依旧为国家大事忧心忡忡,不肯放下手中的文件。 毛主席总是拖着病体接见外宾,在毛主席身边总能看见一个人的背影,他就是毛主席机要秘书张玉凤。 张玉凤依靠仔细认真的态度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毛主席晚年一直是他陪伴在身边,毛主席更是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两人之间不是亲人,胜死亲人。 毛主席去世后,张玉凤来到韶山毛主席纪念馆,看到毛主席的遗物一部分潮湿发霉,他感到十分心酸,立即捐出十万元。 那么,张玉凤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何来到毛主席的身边,怎样成为毛主席晚年最为信任的女人? 正题开始之前,新来的朋友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喜欢作者的话就点点关注,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大多数人对张玉凤的印象都源于搀扶毛主席接待外宾的照片,张玉凤和毛主席的联系要从1944年开始说起。 上世纪40年代,当时正处于抗日风火下,全国上下正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 正在这个时候,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一个工人家庭中,一个小女孩将士,当时的人谁也想不到,这个小女孩今后要和国家领导人结下深厚情谊。 张玉凤家境贫困,在他出生前,家中已有三个孩子,家庭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底层民众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张家前前后后,添加新家庭成员已经有八个孩子,张父肩上的家庭负担十分沉重。 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张玉凤仅仅上了几年学就踏入社会闯荡,进入社会后的张玉凤一个人经受住了风吹雨打,加上他不轻易认输的个性,使得他十几岁就进入了牡丹江铁路局工作,成为一名餐车服务员。 年纪轻轻的张玉凤对于工作十分珍视,尽管列车上的工作十分辛苦,张玉凤从来没有抱怨自己的工作,每天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工作着。 张玉凤的这种态度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后被调往毛主席专列做乘务员。 这时候的张玉凤虽然略显稚嫩,但他相信自己已有两年的工作经验,一定能妥善应对列车上出现的问题。 毛主席专列总共十二节,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考虑,专列上只有得到批准的人才能靠近毛主席附近的车厢,因此张玉凤只能在其中几节车厢活动。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玉凤虽然在列车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有见到毛主席,直至1961年。 1961年,毛主席前往广州指导工作,回京途中,偶然一次毛主席在站台旁散步,不少工作人员都想前去见一下毛主席。 而对于毛主席十分仰慕的张玉凤也在其中,当时毛主席亲切地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 当毛主席走到张玉凤面前时,张玉凤更是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对毛主席傻笑。 毛主席看着有些稚嫩,面色紧张的张玉凤,率先打开了话匣子,微笑着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张玉凤听吧,依旧跟先前一个样子,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一旁的汪东兴赶紧提示道,名字是哪几个字。 汪东兴从口袋里掏出纸和笔递给了张玉凤。 张玉凤害怕自己写不好,急忙回答道, 东长章,玉石的玉,凤凰的凤。 毛主席听了之后,微笑地在纸上写上了张玉凤的名字。 接着,毛主席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就结束了此次会谈。 随后,坐上火车后的毛主席在本子上写了几遍张玉凤的名字。 从1962年开始直至1970年,张玉凤一直在毛主席专列勤远工作, 对于车厢的细节都认真检查,使毛主席乘坐车厢十分舒适。 几年来,张玉凤的细心工作毛主席看在眼里。 1970年,毛主席的生活秘书有所调动, 身边缺乏一个熟悉毛主席生活习惯的人来接替。 相关领导向毛主席推荐了张玉凤。 毛主席听怕思考了一会儿,微笑着点了头。 一天,张玉凤正在车厢里工作。 领导通知他放下手中的工作, 外面有车带他前往中南海。 此时的张玉凤尚不知道中南海的意义, 来不及多想就坐上汽车, 甚至连工作幅都来不及换掉。 就这样,张玉凤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 开始了毛主席身边六年的秘书生涯。 后来,毛主席机要秘书离世, 张玉凤又兼任了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这个工作一直做到毛主席适时。 晚年时期的毛主席身体状况不好, 但是又面临许多亟待处理的国家大事, 经常没日没夜地批示文件。 而张玉凤作为毛主席的生活秘书, 却经常跟毛主席吵架, 这究竟为何? 毛主席一直都有午休的习惯, 一天中午,由外宾前来访问。 张玉凤为毛主席的健康考虑, 不让毛主席去。 最后,毛主席坚持要去接见外宾。 张玉凤在对待外宾的时候, 不高兴挂在了脸上。 事后,毛主席批评张玉凤态度不好, 张玉凤直接收拾行李回家了。 回家后,张玉凤的母亲和办公厅副主任张耀慈 劝他给毛主席道歉。 张玉凤都不为所动, 离开毛主席后的张玉凤感到些许失落, 但他觉得自己没有错。 最后,毛主席妥协了, 张玉凤回到了中南海。 这件事过去后, 毛主席给了张玉凤一句评语, 办事认真,工作尽职, 张飞的后代,一触急跳。 这件事,孟景云曾经回忆到, 一天他接了张玉凤的班, 刚刚走到主席的卧室门口, 就听见里面大声喊道, 你给我滚。 张玉凤激动地回答道, 滚就滚, 谁不让我走, 谁是狗。 后来毛主席说, 我的脾气不好, 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 他还骂我。 毛主席一声天不怕地不怕, 却对这个生活秘书却不得不低头。 由此可见, 毛主席和张玉凤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 张玉凤做事认真仔细, 这也是毛主席将重要事情交给他的重要原因。 例如, 1975年下, 孟景云已来到毛主席身边四个月, 忽然对他冷漠起来。 几次, 孟景云都想同毛主席说话, 毛主席都显得心烦意乱。 最后, 在张玉凤的细心询问下才得知, 毛主席的房间特别近, 孟景云走路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经常突然出现在毛主席的面前, 使得毛主席被吓到。 之后, 孟景云到毛主席的身边时会咳嗽一下, 让毛主席有所准备, 就这样这个难题解决了。 晚年时期的毛主席身体状况不好, 走路更是十分不便。 1971年, 陈毅元帅去世时, 毛主席前往参加追悼会, 毛主席几次想要踏上车门前的台阶, 但是就是上不去。 后来, 在张玉凤的帮助下, 毛主席才上得汽车。 毛主席当时的腿脚不便,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不久后, 毛主席的两只眼睛不同程度上得了白内障, 医生说, 要等白内障成熟才能动手术。 这个时期, 毛主席的双眼看不见外面的世界, 便请来了北大老师卢迪来讲古典文学作品和一些现代文。 这个时期, 张玉凤将一些文件和文学作品念给毛主席听。 一年多的时间里, 毛主席依靠张玉凤这双眼睛来办公和读书。 1975年一天, 医生给毛主席做白内障手术, 恰好赶上晴朗的天气, 毛主席也得以睡了个好觉。 下午四点, 毛主席醒来, 张玉凤向前问好, 主席, 您今天休息得怎么样? 毛主席回答道, 我休息得很好, 睡了一大觉。 张玉凤说, 主席, 既然你休息得很好, 我们把内奸大事做了吧。 毛主席问道, 什么事? 张玉凤说, 不就是做白内障手术那件事, 你不是已经答应过了吗? 你旁的直班医生唐游之说道, 主席近几天身体状况不错, 可以实施手术。 毛主席看了看张玉凤, 便点头了。 随后, 医生给毛主席量了血压, 脉搏, 心润, 一切正常后, 就开始在游泳馆一间休息室里, 进行消毒, 做了手术前的准备。 毛主席一生没有做过手术, 不免感到内心不安。 张玉凤给毛主席放了蔡瑶身唱的 《岳飞满江红录音》, 一番慷慨陈词, 催人奋进。 毛主席就是在这样氛围下 走上了手术台。 随后, 医生给毛主席打了麻药。 手术过后, 毛主席的左眼视力恢复, 医生告诫毛主席 每天只能看15分钟的书, 刚开始在张玉凤的规劝下 还能做到。 但是, 看书是毛主席一生最大的爱好。 没过多久, 张玉凤也难以归劝, 毛主席开始日益继夜地 批阅文件看报。 这外人眼中, 毛主席是高高在上的一国领袖。 张玉凤眼中的他 是整日为国操劳的老人, 每天细致入微的照料 使得张玉凤对毛主席十分了解。 那么, 在张玉凤印象中, 毛主席是一个怎样的人。 根据张玉凤回忆, 1976年9月6日, 在毛主席的弥留之际, 他依旧关心着国际事务, 特别是当毛主席听说 日本在搞选举, 想要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 毛主席嘴角动着, 想要表达什么。 但护士们不知道毛主席的意思, 于是便将张玉凤 叫到了毛主席的身边。 毛主席敲了几下床头的木板, 然后伸出了三根指头。 当时张玉凤便询问毛主席, 你是不是想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 毛主席点了点头, 随后, 张玉凤就将日本三木的情况 介绍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在最后的几年里, 从来没有停止过看书读保, 直至毛主席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 还是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 张玉凤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长达六年时间, 对毛主席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不喜欢钱。 当时的毛主席仅仅毛泽东选籍的稿费就有几百万的存款, 存放在中央办公厅会计室里, 只有毛主席的亲笔信才能取出来。 毛主席的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 全部留给了国家和人民。 生活中的毛主席经常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民主人士和党内同志, 但是有人伸手向他要钱, 毛主席就愿意再见这个人, 毛主席最看不起爱钱的人。 毛主席的中山庄里面有两件东西, 一件是香烟, 另一件是手帕, 毛主席身边没有钱, 所以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可捞。 毛主席这种对待金钱的态度, 对张玉凤的教育很深, 此后的生活里, 张玉凤从不注重钱财。 1976年9月9日, 毛主席离开了这个世界, 离开了祖国和人民, 他永远地离开了。 毛主席走了之后, 张玉凤并没有给他做新衣服, 依旧穿着毛主席穿过的中山装。 毛主席逝世后, 张玉凤被中央安排在档案馆工作, 张玉凤只想到基层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又前往铁道部工作。 退休后的张玉凤没忘记曾经和毛主席的岁月, 于是便前往韶山毛主席纪念馆探望毛主席。 1999年, 张玉凤和丈夫俩人来到了韶山毛主席纪念馆, 这里存放了大量毛主席少年时期使用过的器皿和穿过的衣服, 但南方天气比较潮湿, 加上缺乏保护设备, 导致一部分的衣服出现了发霉。 张玉凤看到之后, 询问纪念馆人员才得知, 购置一些防潮式设备需要巨大的开支, 于是张玉凤立即给纪念馆捐了十万元, 希望他们能妥善保管毛主席留下来的遗物。 张玉凤和毛主席朝期相处六年时间, 给了他不少的教育, 张玉凤做的这些只是为了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敬爱。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不妨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